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煤1898 简选原因是内地疫情好转 上海灰逐步复工复产 用电增加 有望进一步提高煤炭需求 全球能源短缺加剧 海外煤价高企 将限制内地的入口意欲 预计煤炭入口量会持续下降 煤炭股的估值和息率都吸引 股份关注中煤 由于煤炭、煤化供持续景气 中煤去年盈利是领得147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75% 今年首季开局良好 盈利按年增长是9成3 到68亿元人民币 主要是由于公司动力煤 年度长期合同的煤炭价格 焦煤价格显著上升 以及参股煤矿和煤化工资产投资收益增加 展望今年如下的时间 公司的煤矿、煤化工产能 能够有一定的扩张空间 盈利预料会维持高位 其中年产1500万吨优质动力煤的大海质煤矿 将在2019年复工建设 目前首彩工作已经开始试运 预料年内可以贡献大约600万吨的产能 另外,中煤长期合同占比高达八成 长期合同基准价格 由年初535元人民币一吨 上调至675元人民币一吨 公司将充分收益 业绩有保障 花旗预料终回今年盈利 按年增长4成1 去到207亿元人民币 公司昨天收报6.8元 逆市升2.7% 形态是呈三角形突破 策略上建议等10天线 大约6.3级纳 短期以4月高位7.5做目 作为目标 跌穿5.8便要止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